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小羊汽车知识 上期视频主要是给大家讲了一下一个五年车龄的别克G28 那么这期视频是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另外的一个车 一个被网友和水军攻陷的一个车型 它的质量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的差 它就是比亚迪F3 先说一下这车的车主,是一位农村的社小伙 由于当时家庭的条件也不是多么的好 但却一直想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 于是就买了这辆比亚迪的F3 新车办下来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当时全部办下来的话不到六万块钱 如今七年的车龄 车况好的话大概还能卖在一万三千块钱左右 可能并不是多么的保值哈这车 但与那小伙度过七年的时光是不可磨灭的 由于车卖的比较便宜 所以车商收来也不刷 甚至说当时车商见他这辆车都不想收过来 因为这车确实比较的难卖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两个灯都已经发黄了 车上也有许多的污渍 那这辆七年车龄的比亚迪到底有哪些毛病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发动机16V 就是后面仿飞度二代L15A型号的发动机 起门使开电方面容易渗油 第二,车身容易生锈 这是这辆车左侧一字板内部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许的锈石的痕迹 我认识很多开过比亚迪F3的车主都反映过这个问题 第三,内饰中的塑料件会比较的脆 有很多的按键都已经抠下来了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 像这种七八年以上的老车 在内饰方面切勿用太大的劲去奔它的各种按键 因为很容易一奔那个按键就掉下来了 手动挡油耗的话 这车大概是百公里不到九升左右 可能并不算太少油 但也绝没有网上所说这车那么的一无是处 毕竟这辆车也仅仅是个一万多块钱的小车而已 那大家认为比亚迪这车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如何的呢 或者说这个车还有哪些毛病呢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哦 谢谢大家